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股市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领导的团队在二氧化碳方面取得的成就被视为第一温室气体的里程碑 中国农历新年的消费额度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王家卫的电视剧为我们呈现了令人怀念的上海美食 中国大湾区计划已经实施5年 各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表示台湾岛周围没有禁区 此前两人被杀 请大家收看 中国领导的团队在二氧化碳方面取得的成就被视为第一温室气体的里程碑 南华早报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系统 可以将二氧化碳高效地转化为甲酸 其效率超过93% 该系统还可以连续运行至少5000小时 甲酸在化学、能源、农业和其他领域都有应用 该过程中使用的电解质可以直接从废旧氢酸电池中获取 研究人员希望开发出比甲酸更有价值的产品 如乙锡 中国农历新年的消费额度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日经亚洲 中国的农历新年假期出现了旅游和消费的激增 超过了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在为期八天的假期期间 国内旅行增长了34.3% 达到4.74亿人次 旅游收入增长了47.3% 达到632.6亿元人民币和89亿美元 与2019年相比 旅行人次增长了19% 旅游消费增长了7.7% 尽管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 假期期间旅游和消费依然强劲 本土电影和海外目的地成为热门选择 这些数据可能给予中国政策制定者 一些提振国内需求的乐观情绪 尽管对经济增长放缓和下行风险的担忧仍然存在 王家卫的电视剧为我们呈现了令人怀念的上海美食 日经亚洲 由于中国热门电视剧花样年华上海的热播 传统上海美食正在重新流行起来 这部30集的电视剧以上世纪90年代为背景 引发了对上海历史和传统美食的怀旧之情 其中最受欢迎的餐厅之一是 位于上海历史滨江区附近的仙德莱餐厅 这家餐厅提供猪排年糕 每盘售价15元人民币2美元 这种怀旧的美食将薄薄的炸猪排 与年糕和甜酱结合在一起 该剧的热度还提升了黄河路的声誉 这是一条700米长的小巷 曾在剧中出现 这条街曾经是上世纪90年代繁华的美食区的中心 现在成为了上海过去辉煌的象征 其中一家餐厅 太盛园餐厅吸引了大量人潮 该餐厅推出了以花样年华上海为主题的套餐 价格从570元到1880元 不等84美元到277美元 中国大湾区计划已经实施5年 各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 南华早报 大湾区是一个长期计划 旨在将香港 澳门和广东省南部的人口众多地区 整合成一个经济中心 目前正在日益连接 高铁网络使得广州 深圳和香港等城市之间的旅行 变得更加便捷和快速 大湾区被定位为世界级城市群 预计将与东京 纽约和旧金山相媲美 2023年 大湾区不包括香港和澳门的GDP同比增长4.8% 达到11.02万亿元人民币1.5万亿美元 广东宣布将为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超过67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其中包括1491亿元人民币用于成绩铁路网络建设 预计到2025年总长度将达到4700公里 中国的第14个五年计划设定了广东铁路总长度 超过5000公里的目标 并投资超过1.6万亿元人民币 高铁网络为许多中小企业带来了便利 为香港居民提供了更多到达广东和其他省份的选择 中国表示台湾岛周围没有禁区 此前两人被杀 日经亚洲 中国政府宣布 在台湾岛屿周围的渔业活动中没有禁区 尽管有关中国渔船在台湾控制水域 作业的抗议声浪不断 政府还警告称 对于导致两名渔民死亡的事件 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在美联储的阴影下 中国央行将关键政策利率保持不变 雅虎 中国的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 PBOC如预期地将其关键政策利率保持不变 这是在美国宽松政策的时机 不确定性存在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 北京方面正试图在通缩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 支持经济 然而 任何激进的货币行动 都有可能重新引发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外流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吧 首先 中国的团队在二氧化碳转化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里程碑 这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重要 他们开发出一种高效转化二氧化碳的系统 可以连续运行很长时间 并且产生有用的钾酸 这项技术的成功 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 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的消费额度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这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和国内需求的恢复 人们选择在假期期间旅行和消费 给予了中国政策制定者一些乐观情绪 尽管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仍然存在 同时 王家卫的电视剧《花样年华上海》 引发了对上海历史和传统美食的热情 这部电视剧的热播使得传统上海美食重新流行起来 让人们怀念起过去的时光 这也给上海的餐厅业带来了新的商机 另外 中国大湾区计划已经实施了五年 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大湾区的发展有望使其成为世界级城市群 与东京 纽约和旧金山一样 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在不断增加 为中小企业和居民提供了更多便利 最后 中国政府宣布台湾岛周围没有禁区 但对导致两名渔民死亡的事件 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这表明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台湾的关系时 保持了冷静和克制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谢谢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